主场迎战厦门特防队 第一场球我们看到的是混合双打 主队青岛仁州队出场的是 韩国外援高成炫李孝珍 厦门特防派出了刘成和李英辉 为了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比赛 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 和我一起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高八球1比0 高八球1比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里游奥运会这个周期结束之后 其实韩国包括 包括中国包括韩国 包括一些世界羽毛球的强队 都在人员上做了一定的调整 和重新的组合搭配 在各个项目上都是这样 混双的中队现在也是 也是就是有几队人选 都在不断的磨合 因为新的周期更多的还是年轻的选手 我觉得能够到观众的视角 严角里面 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的成长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在里游奥运会这个周期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年轻人马上啊 开始在这种世界大赛当中 平凡的热门 不断的去磨练和提高 为下一个周期呢 再做准备 3比2 这个韩国队呢 这个高成炫和李孝珍呢 这都是老将 他们的比赛经验呢 非常的丰富 流程接发球 这个接发球反拍推扑 直接下网了 5比2 这段时间呢 我们看到韩国队呢 还是在中前半场 控制的非常严密啊 中队的前后 现在很难通过中前半场 而且中队现在可能是尽量的 也不想太多的去挑球给对手 但是现在中前半场呢 对方的速度连贯 整个的节奏 确实要比我们要快要好 林一辉现在在格际比赛当中 还是 但是前一段和张蓝的组合打的还是不错 所以林辉的自己的个人能力呢 也是非常的突出 没错 其实他跟流程的这样的混双搭配来说 更多的还是是一个全场进攻双压的一种战术打法 对就两个人按说其实个人的攻击能力都是都很强都很强的啊对 但是呢就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谁去做球呢 对做球这个相对来会比较吃力因为他们两位选手的进攻啊和杀三猎都是绝对很突出的 只是说在做球的同时更多的还是要形成一个主动 大家可以看到 高城线和李孝中在中前半场的争夺啊他们会招的更紧一些 嗯 其实一旦这个比赛打开之后 比如说形成多拍 其实从能力上面来说流程和李英辉还是会有他们的一个优势 嗯 对 但是这种你说中前半场啊这种平球快打啊包括这种分球做球的能力 确实是韩国组合呢他们要更加的熟练啊更加的默契能力也更强一些 这球出见了吗 出了一点边线 9比4 你再开局来说流程和去流程还是失误多来一点 嗯 还是要减少自己的一个失误 嗯 整个节奏和状态再快一些 那这几分还是都在自己的一个失误上面 没事 这打的还是比较急了 嗯 更多还是需要把前半段打好 前半段就指的是发些发这些小的环节当中要处理好球 其实一打开 只要打开了 形成多拍 流程和李英辉的整个进攻还是 我觉得对手还是会害怕的 嗯 虽然双方代表的是不同的俱乐部 可是每一分都很关键 放网好球漂亮啊 这球流程还是带一个停顿的一个放网啊 由假动作骗到了高成员 李孝珍揭发球出现失误 嗯 但这种失误球他也不想轻易的起球 因为流程的第一拍发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嗯 还是他们也担心流程他们在后场的一个杀球 嗯 几万 发球没有过线 11比7啊 这样的话呢 韩国外援啊 高成炫和李孝珍领先进入第一局的剑修 不是 得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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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制贞 alert 我们有时候赣了 1977 一个灯光效果的话 我觉得看球的观众也会看得比较舒服 没错 这个我们看到青岛仁州队的主场 整个的布置 包括灯光效果 确实是 我觉得跟国际赛场应该是比较接轨了 对 做的很有舞台效果 就有立体感 9比11 这个比赛是在青岛的成阳区来进行的 它是在青岛市区的北部 10比11 这球被对方抓到了刘成的这排球 这排球被高通线抓了 12比10 进攻 这类球判断失误 这类球李孝珍判断一下之间的失误 速度它有加快 所以一下子能够很快的追分 嗯 所以这场球 我觉得差距不会太大 嗯 有的打 一边呢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啊 另外一边呢 我觉得就是李英辉算是出出茅庐的 对 年轻的运动员啊 充劲很有充劲 很有充劲 对 而且场上我觉得他的敢打敢拼重力 很积极 对 现在刘成和李英辉追到12平 刘成发球 现在高神讯和李孝珍就是更多的是想办法不起球 对 通过打前半场的一个争夺了 赵森刘成和李英辉在失误 控制上面有些无畏的失误 而且可以看出李英辉他非常想把中前半场做好 可是有一些小球上面呢 是他需要加强的 对 他球比较冲 而且你有时候会觉得他就是要求的比较高 嗯 就是太想在这个环节上 或者在这一拍当中 自己的这一拍当中去占据优势了 他想做的更好 对 所以会增加一些无畏的失误 啊 轮转 两位选手的进攻 连贯也很强 嗯 快发球 13比14 这球 下压的过胸过狠 手上球 哈哈 动作有点儿大 这球打下枉了 14平 这球也是高成逊 感觉这个很好的机会 还是发力比较凶 现在刘成和李银辉反超了 16比14李银辉发球 高成逊接发球 好球漂亮 发接发的争夺是异常 就是在双打里面是 就是非常重要的 对就中前半场 对 前三拍 越是陌生的对手 你的前三拍处理的好 打起来的效果就会占据优势 今天虽然看不见这个观众席 但是通过这个加入的声浪 觉得应该是来了不少的观众 现在的气氛很好 没错 18比15 就是我们看这个局修过后 刘成和李银辉还是整个的速度是提起来的 我觉得特别是李银辉 我觉得他一个是减少自身的失误 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前半场 他整个的调动 就是他的积极性 自己的墙网封网 我觉得在这个第一局的后半段 比第一局前半段确实是提高了很多 第一局的前半段都没打起来 我觉得进入比赛状态相对 我觉得有点紧张吧 对有点紧张 所以自己造成那些无谓的失误 对 所以间歇完之后很明显 首先失误率 失误率降低之后了 场上的速度也快 这也没压住出来的底线 快梦 时间坐 2017 ul 2 20 20 21 21 31 31 21 21 21 跳球啊 关八球 局点20比17 20比17 这样刘成和李英慧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我们看中国队刘成和李英慧只要能够在中前半场能够相持住 然后一旦打成多拍 我觉得其实中国队是有优势的 21比17 这样刘成和李英慧拿下了首局的比赛 厦门特黄胜 21比17 MING PAO CANADA 人家认识 7分点 走 想要 灵面 证明 killers 进 第二局比赛开始 0比0 再看第二局的比赛 0挥发球 1比0 再杀 杀中路杀两个人的结合部 快发球 高崇与学院提出要换一个球 1比1 接了一球 这球刘成跃下来以后掉了一本 2比 掉了一个对角 不错 这球确实是出界了 3比1 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通过第一局的局修以后 我觉得刘成和李英辉还是做出了明显的调整和改变 一个是他们整个的速度和节奏加快了 中前半场能够抢得住 另外一点我们看就是说他在第一局局修之前 他整个中前半场的出球是很冲的 对 就那种平压快打的比较多 但你看他现在是有比较明显的这种节奏变化的 在中前半场的出球 而且他们还我觉得比之前好还有更多的 我觉得耐心 不急于说每一派球见到很好的效果 主要是在通过这个一个速度和一个连贯上面了 保持一个自己的主动 没错 就现在他不是那么一味的去发力 对 然后不是一味的要去打快 平出那种 他现在有很多这种节奏的变化在中前半场 美丽 5比2 那就这种节奏上的这种变化 我觉得让高成炫和李孝珍有点 就是不适应 或者是说有点跟不上 6比2 6比2 打一起飞舞 我们两位球员江江游好吗 我们们主飞棒 好 好 我们江游的帽喊秦宏 3比6 换他球 8八九 3比6 这是双方第一场的比赛 美丽 8八九 7比3 今天的排阵是这样的 第一场是混双 第二场是女单 然后第三场是男双 第四场是男单 男单是陈龙对田欧 这球怎么回事 没盯紧球吗 8比3 2 可否 第二场是女单 对 是女单 写你 一场一起来 请走 穿 穿 飞 穿 乘 这个上网还是很快 可惜还是出球的时候没压住 球有点飘 这球失误的不应该 一个机会球 林辉刚才是一个杀上网 然后往口去高点去扑这个球 球没有扑下来 9比5 高城市现在发球失误 在流程这个就跟进慢了一派 这球确实是有点慢 刚才犯松了 以为是对方 借不到 保卫前来迎场 是不送给我们的两位队员 喝八球 6比9 好 请走队 请走队 7比9 7比9 杀掉了一排 这林辉的 抓直线 这也是 混双和双打当中很常见的 就抓对方的回直线球 所以这个往前的同伴一定要跟进快一些 哎 这个球漏了 过头了 漂亮 这球 连贯的很紧测 这球很紧测 非常快 高城炫他保护能力还是很强的 因为他在国际赛场都是和金和辣来配对 更多的他还是靠自己的一个能力 比较照顾自己的同伴 11比8 这样的话刘成和林会领先三分 第二局的间歇 这个承阳呢 他是在这个我们说的青岛市的北部 他是中国的这个产业百强区 也是咱们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而且呢荣获了这个全国文化先进区 还有国家生态区 这个地方呢环境呢非常好 他的这个整个的城市化率达到了80% 这个林木覆盖率啊 基本上是40%以上 所以是一个环境非常优美的一个区 9比11 10比11 想带一个停顿啊 带停顿的假动作的一个放了 11 11 这个构成线李孝珍连得了4分 好球 还是李孝珍 这球没有拿到 这球留成分对角 刚好李孝珍过头了 而且像这种球是 最最最怕就这种球发生 因为你的搭档以为你要接 他就不会去补 球还是出了底线 球还是打的有点 打的有点 就需要有一些挡挽球 或者是某中路的球 结合一下 球给的太直太硬 这球好像偏闲一点 对没有压到边线 现在要求进攻的时候 不需要杀的这么边 重点还是要放在连贯 下一拍上面 然后高神炫的杀球 他先点一拍 然后你的挑球不到位 我再进行一个重杀 而不是我一到底线 我就每一拍都要重杀 就你要把连贯打好 对 快点快点快点 十五比十四 好 好 好 全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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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十四 好 中队还是要就是在中前办场呢要抢住 另外呢就是减少一下自身的这种失误球 回拍慢了一点 就是他边往后退边去回拍打这一拍啊 没打准 好球啊 这个球也是挺冒险的 嗯 这球推的很平坏啊 贴着网就过来了 这几分高层线和李孝珍丢的也是有点快 嗯 贴着网友 群总会 群总会 翻发球 17比18 偷一个后场好球 这就惊严了 对 看你重心往前一动 嗯 他马上偷一个后场球 他马上偷一个后场球 19比18 这球看到了对方这边是一个空档 而且高层线的站位比较靠后 这球反排掉了一拍 好 当然 走 走 下来 去吧 就快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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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平 后成绢利用自己后场的乐器的大力的杀球 拿到一分 双方第二局战成19比19 发接发 这个就尤为重要 流程 在沙中路 中路要保持主动 青岛队 厦门特防队现在保持主动 流程回林辉只要在发接发热环节当中能够占据主动 始终保持很好的一个主动位的出球 他们就会更容易得分 因为他们到被动的情况下 他们的出球更多还是回后场 像胆对角啊 胆网 这些球相对转换的比较少 所以就会很被动 发接发 他这前三拍就决定了这两队选手了 谁可以得分 现在是流程李英辉 厦门特防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 比赛结束 我们依然让我们把鼓励的掌声送给高宗倩和李孝珍 同时送给孝文社防队的刘泽和李英辉 你在每一个讲座